一大塊牛排 撒上胡椒鹽 放上起司 最後用腐皮包起來 這到底是什麼組合 這個拉丁美洲風味的掛包 今晚後拿出來 放進塗滿花生醬的掛包裡 撒上烏魚子 創意台式牛肉料理 用的可是來自巴拉圭的牛肉 選用這個巴拉圭的這個放牧 放牧式的這個牛肉 那裡頭呢 我這次選用它是沙朗牛 它裡頭就是有幾個重點 它就低脂然後低膽固醉 所以蠻符合就是 現在國人他的健康飲食的訴求 為了加深國人 對拉美牛肉的認識 外交部以及外貿協會 共同舉辦記者會 巴拉圭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三國駐台大使也響應出席 畢竟來自邦交國的牛肉 可是上等貨 我們外交部每年針對 拉丁美洲牛肉產品 還有其他的產品 我們都會配合著業者 一起組個團 到每個國家去 針對他們最高品質的產品 進行採購 業者針對我們外交部組的團 也都非常積極的響應 那麼在整體來說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 那麼負成長2.2% 可是我們從中美 拉丁美洲進口的牛肉 卻沒有受到影響 像宏都拉斯 它的成長就達到141% 那麼巴拉圭成長117% 那尼加拉瓜也成長9.4% 都是非常非常亮眼 拉丁美洲進口牛肉能夠持續成長 就是因為它是天然牛 擁有高蛋白跟低膽固醇的特色 越來越受台灣消費者歡迎 廣顧邦誼之外 也讓台灣民眾 能夠一嘗當地的優質肉品 華語新聞王家傑黃銀成台北報導